好 再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们开始勾 勾到最后一针来 最后是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我们就直接在上面的这个针目 直接在上面这个针目 长针上面的针目 挑针勾 好 挑针这样勾 勾出来 这个不是挑的外勾长针 然后我们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我们绕线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一个长针 都是挑的上面的这个辫子 然后呢我们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挑内勾 现在就是 到挑这个是外勾长针了 转过来之后这个就是外勾长针 然后再绕线 在后面 小 一针以后 一针以后 勾到最后 这个 反光 看不清楚 一直挑 我们勾到最后一针来 再勾出来一个正常的长针 好 好 绕线 最后在 这个针目里面 在最后这个 这个辫子上啊 在这个辫子上 我们 我们穿针进去 也给它勾出来一个正常的长针 因为上一圈 因为上一圈我们这一个三针的七力针是 此 相当于一个长针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要再勾出来一个长针 然后此 勾一个辫子针 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我们这里就开始勾短针了 我们勾两排的长针 因为这个鞋子比较小 勾太长的话也就也不好看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勾这个 用短针来勾两圈 不加不减的勾两圈 就是都挑这个上面的辫子针 挑上面的辫子针 我们勾短针 不加不减的勾出来 好 转过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给它勾出来一排的短针 勾到最后 断线结束就好了 好 离一个锁针 离一个锁针之后 剪断 然后就开始藏线头 藏线头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藏在这个 横着的这个针目 针目里面 横着藏 藏一几针之后 我们把它断线 好 这样断线就可以了 这个小鞋子 我们现在来勾这个边 勾这个边上是要 待一会儿要穿鞋带的 我们从侧面呢 我们就从下面 下面勾这个 勾这个鞋舌开始的部分 我们把它 穿针进去 我们勾出来 四个短针 勾线出来 然后我们 离一个锁针 我们在同一个洞里面 勾出来 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里面 一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里 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里 一个短针 我来说 我来说 他来说 底下 来 不托 来 我来说 可以 我来说 端